這一把 妳有看過嗎 沒有 我照片妳上次看過 拿拿看 喔 好重耶 它沒有在清的耶 這是切東西的嗎 對 切火腿用 切火腿 對 所以這個 要切這個火腿 切它 切它 對 以前都這樣切 對 沒有機器都是拿這個去 這個很重耶 對 照片 沒有看過對不對 沒有 來 這邊 單手這樣舉起來 這樣子剝下去 沒錯 它這個是第一刀 但是以前 妳們現在都機器了 現在都機器 現在都機器 沒錯 但是以前沒有機器 妳有切過嗎 切過 妳切過 我切過 妳拿得動 拿得動嗎 我看妳怎麼剁 假裝好了 好啦 就這樣子 你看 這個火腿來 不是拿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 我們要先開始 這個夾 這個火腿在這裡的話 一定要把這個刀口 垂直 固定它 固定它以後 然後我們就抓著手 抓著火爪 我不是火腿 對 抓著火爪以後 一剁它去 先要讓它固定 起碼一個火腿的厚度 你再進去 差不多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的厚度 就滾住了 對 滾住了以後 你這個火腿一拿上 提上來 不要一下就下去了 我大概解釋跟大家講 它怎麼回事 我們舉例子好了 現在也是火腿在這邊 它先放這邊 因為你要看 它火腿現在整個厚度 是要一樣的 對 所以你說以後這樣剁 是不可能 對 所以它會先拿 譬如說下面放好對不對 火腿拿起來跟它一起 然後就 下去了 它就定一個 對 然後再往這邊 再移一個 再下去一個 它就等於是一個 都好了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 一個 一個一個就出來 這個就是刀口 就是專門切骨頭用的 一定要靠這一骨 這個位置要切 那這邊呢 這個地方用不到 這個地方就是像 剛剛那個照片 我講的第一刀 第一刀就是一個火腿 擺上去 然後你兩隻手就這樣子 兩隻手 你就這樣拿 這個火腿 火腿這樣擺著對不對 然後你就從中間 你就看著瞄準 你就是第一刀要 砍下去 用力就這樣 架上去就把它砍到骨頭 他講話有殺氣 我什麼 你一定要砍到骨頭 妳說妳以前是什麼 客運的小姐 對 妳以前是什麼 國光客運嗎 金馬 貨物處局 誰會知道一個金馬 然後車掌小姐 後來我趕快 砍下去 砍下去 他剛剛講到我整個 毛骨悚然 看著那種 砍下去 不用把它幾公分 倒下去就對了 你就是不能不學 要不然沒辦法 老公要做這一行 你不放他也不行了 我很喜歡這些東西 因為這些東西是什麼 這些是時間 淬煉出的美味 它絕對不是三、兩天就贏了 對 這個多久 要一年多 一年多 我們開出來的火腿 差不多要兩年 兩、三年 到三年 越成越好 對啊 跟酒一樣 對 越成越像 但是越成越香 它就外面水吃的會比較多一點 外面要消掉 會發霉對不對 發霉啊 問那個上海人他們就講 一個火腿 只能吃三分之一 丟掉的三分之二 但是我們一般都捨不得 捨不得 還不到時候 就開出來了 像這種辣肉 我說真的 我不知道買回去要 真的 真的 我不要驚訝表情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用 我不知道它可以做什麼 我的天啊 我剛剛講到我沒有包 這麼浮誇 不是啊 沒有知道它可以做什麼 它就是畫龍點睛製作 世界三大火腿裡面 金華火腿也是在裡面 對 然後當然老外的吃法 是直接片薄片 就直接包了它面包就吃了 對 但是因為我們的金華火腿 會稍微味道重一點 你要變得再薄一點 但它事實上也可以生食 因為它已經鹽熟了 但只要拿來 你只要任何的東西 你只要覺得湯頭不夠 丟一片薄薄的下去 我跟你講它就上來 味道就起來了 就上來 所以它算是調味劑 不算是一個主食 主食太鹹了 但也是有 有人會花時間去蒸 然後它的鹹度蒸掉 再來吃它 對 我跟你講 你怎麼樣 你辣肉買個 用個三分之一段 對 然後 甘腸 這甘腸我講可以多飯 你就把它稍微煎一下 然後丟一點紅蔥頭筋 稍微煸一下 然後就把它倒在 白米飯裡面 白米飯裡面 然後調一點味道 一點醬 雖然就是辣味飯 這種辣肉 這種辣肉 而且很好吃 炒飯也很好吃 炒飯也很好吃 辣味飯就是這樣 對 這種就不知道怎麼用 這種也可以 這個等於它 這個有等級比它 這個又比較高級 如果說以火藥的炸彈來說的話 以戰鬥力來說 廣式的 它如果2000的戰鬥能力的話 湖南辣肉大概有個5000左右 味道更重 5000 如果精華好點 大概是大概2萬 這麼多倍 它這個爆衝力跟它出來的 鮮的味道 鮮的味道 你沒有吃 我跟你知道 對啊 你沒有用過這個 沒有 我的天啊 你這應該很好吃 你手在辣椅 手在裡面有啊 你這應該很好吃 我跟你說 我最常怎麼樣 我幫我女兒帶便當 我最常幫她就是用它 來帶便當 那要買這是一定要買一整隻嗎 沒有啦 他們有整片 我可以用騙的是不是 我可以用騙的是不是 我可以用騙的 我就知道放在哪邊 對不對 好像你家喔 你做了熬湯的 就帶骨的 對 熬久一點就帶骨的很棒 你如果沒有就這個 沒有骨頭也行 對 這個我跟你講 我們家大概6、7塊 隨時都在冰箱裡面 這個對我來說 就就是 肉裡有混進過去的 對啊 這很好用啊 好不好 我今天就教你用它做個菜飯 好 然後熬一個簡單的湯 好 好不好 因為你說你想喝湯嗎 想喝湯 好不好 就這樣 好 菜飯基本上它是怎麼樣 它是要放到電鍋裡面 少要是在煮 然後我們今天 我們的煎碗火堆很棒 所以我們就簡易的方式來做 首先這是青湯菜對不對 我們切成碎末狀 然後先醃一下 放在保鮮在裡面 對 醃一下 顏色比較不會 因為炒的過程當中變色 變色 對 那我現在這樣對不對 我現在一揉一揉 這顏色變深了 而且好像變軟 你這樣做總要跟雪梨紅差不多 對啊 你看 是不是 對 現做的雪梨紅 對 現做的雪梨紅 你不用揉 對 現做的雪梨紅 這個你看是不是像雪菜 真的耶 對不對 這個是我很常這樣弄 這一道菜是國女的便當菜 這邊我們就是把它切薄片 金黃火腿 對 我的習慣會把它切很薄 這樣比較容易出味道 對 太大塊才會 一咬到就會太過濕 對 所以假設沒時間先蒸過的話 其實切丁也是一個辦法 對啊 蒸過它就不會那麼鹹 放油 大概一個50塊銅板的油量就夠了 對 它就可以把它放進來 先乾煸 對 這樣煸起來就香 對 香味就出來了 這是要做菜飯 這個做湯跟菜飯 可以兩個一起哦 可以啊 可以 這樣就不會餡 對 這樣就不會餡 然後趁這個縫打開 先加水 加水 就怕鹹 會怕紅 會怕香 炙燒 噴一下就好了 直接這樣吃 對 請吃 對 這次熟喝水的感覺 偏鹹 你看香不香 很香吧 對不對 偏鹹 但是很香 搭一塊麵包或什麼的 對 好 但因為我們現在這個 會有湯對不對 還有菜飯對不對 再切幾個碎片 就是薄薄的末 待會兒這菜飯好了之後 我們先噴一噴 再把它撒到菜飯上面去 它的鹹香就更好了 對不對 這個先把它噴一噴 待會兒就把它放在裡面 不會太鹹了 不會 這個湯已經有味道了耶 對啊 但還沒滾 有鹹度之外還有香耶 對 現在我們把它先用魚出來 火腿繼續擺著 火腿繼續擺著 然後這個你不要小看它 它還是有爆發力 真的耶 而且它嚼進去還是有鹹度的 然後來 菜放進去 然後這邊你就可以 這個湯就下去了 放一點湯 湯就下去了 湯是這樣 你鹹度一旦進來之後 它的鮮味 不管是金華火腿 或是菜的味道會更明顯 對 你就把這個放進去 飯剝開 讓飯都把剛剛的菜 就是金華火腿的湯 跟菜的甜味 都把它放進去 做辣椒也是一定要切碎碎的 也是切碎碎放下去 這樣怎麼好吃 然後炒到一點鍋巴 你要鍋巴是不是 好 丟一點油 我們就要把它放到飯下面去 它就會有鍋巴出來 來囉 鍋巴是這樣子喔 上碼 對啊 鍋 雅的雞蛋 太容易取得食材 你會問一下老闆 可以拿兩個雞蛋嗎 可以嗎 可以喔 快 鋪兩個雞 對 當你家 快 後面就拿出來食材 然後這個就可以把它剝進去 這樣就好了 你看這菜飯不是都有湯的嗎 湯 沒有耶 這是上海菜飯 上海菜飯 好 這個是飯的部分 現在做你湯的部分 所以皮蛋是哪裡煮湯的啊 皮蛋香菜的啊 我以為你那皮蛋都放在菜飯裡面 有吃過那個皮蛋瘦肉粥 但是沒有老說好吃這樣 一樣啊 皮蛋瘦肉粥好不好吃 好吃啊 這個就一樣 皮蛋是可以取代味景 它的香氣是很脆的 然後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 皮蛋一定有搭香菜 這很像我在家會隨便亂煮的菜 怎麼這麼搭啊 這個香菜下去就是 的確的 就味道就補足了耶 剛剛就有人覺得有好喝 可是好像沒有到頂點 香菜一下去之後就到頂點了 對 味道就滿滿的 每一層都該有的味道通過補完 味道就出來了 好 這裡就今天好不好 一菜一湯 來 吃吃看 來 這個是 菜一半 菜一半 還可以喔 那個 青江菜怎麼可以這麼脆啊 對 它還用肥煮夠囉 對啊 那個鹹蛋都調得剛剛好 對 而且重點它的香味很棒 剛才我還在擔心說 那個火腿這樣弄會不會太鹹 不會 那個火腿的鹹跟鹽巴的鹹是不一樣的 對 火腿的鹹帶點那種鮮味 對 甜味 對 那就是說那個鹹中 跟飯跟菜結合 就有一個很自然的甜味 甜味 對 就是飯的甜跟肉的甜在一起 而且整個嘴巴裡面就是會有那個香氣耶 就是它火腿天然的那個香味 對啊 可以喔 好好吃喔 那個火腿味道就出耶 對啊 就出耶 好吃啊 這個皮蛋煮過超好吃耶 好吃喔 它沒有那種生皮蛋那個嗆味 像有些人會怕皮蛋那個原本那種 生吃的時候會有那個嗆嗆的味道 對 它完全不會有 然後它那個蛋黃的部分 跟那個火腿的湯汁是融在一起的 而且在嘴巴裡面都很香很香耶 這一切都要歸功在哪邊 就是那幾片的精華火腿 因為沒有那些精華火腿 也是堆不出這個甜味出來的 你知道 尤其這個飯 沒有精華火腿它就是 普通的菜 蛋在一起的 它只會鹹 會沒有味道 沒有甜味 這個其實鹽養 妳在做臘肉嗎 對啊 我在做臘肉 它外面都是妳在 妳這邊在賣什麼 對 這個是已經醃好了 再曬啦 大部分正常的臘肉就是 11月冬至 冬至前後的臘肉最好吃 是的 現在妳這個是這樣 我也是這樣子嗎 妳整個插嗎 要我給它 要搓喔 跟它按摩一下這樣 跟它按摩一下 按摩原因是什麼 對 因為它那個中藥 它才會入味進去 妳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鹽巴跟那個 五香粉 幾種東西在裡面 有好幾種 最起碼辣肉一定要花椒 花椒喔 辣肉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怎麼會想說這個辣肉 一個生的 完全新鮮的肉 然後把它拿來醃的之後 然後可以冰在那邊吃好幾年 對啊 以前沒有冰箱的話 它其實是灼辣的 我這樣可以嗎 沒有 可以 確定嗎 那妳可以嗎 就是這個烘油 那烘油都弄了 對 這邊沒有煙道就不行了 沒有煙道就無常會開始壞掉 對 對吧 所以說人類的飲食歷食 真的非常有趣 從生食提升到用火烹調 接著取得鹽之後 進而學會了醃漬 後來更加專研出做到舉世聞名 就像是湖南的臘肉一樣 他媽媽的臘肉雖然細出湖南 但是除了標準的鹽巴醃漬 還多了當地香料 這也可以算是台南的特產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那個醃出來的那個肉的湯 湯喔 對 就是我們在醃菜的時候 放鹽也會出水嗎 對 它肉也會出水 這個就不要了是不是 有 還是留著 因為它那個裡面 裡面有那個香料在裡面 妳剛剛醃出來的那個還是得 所以現在是怎樣 先放酒還是先放這個 先換酒 這樣子一桶就是兩瓶高粱酒 對 全部倒進去 全部倒進去 一個愛喝酒的人看到這樣子 也是一種興奮 你什麼時候看到可以醬膀 妳四瓣喔 分成米酒喔 對 那這邊還有沒有 再來 這個不夠吧 這樣有夠嗎 這樣有夠嗎 不是 要不夠 一般它還有多少 剛才已經是八塊跟兩塊 十塊 還差八塊 它會醃到什麼程度 最後醃差不多到這裡 差不多 你肉再低一點點這樣 對 所以每天要關 上面的沒有泡到球 妳為什麼不弄多一點 一次讓它泡到 但是你泡著 你沒有動它也不行 最一桶桶的臘肉 在這樣反覆搬家 進行一星期的充分浸泡之後 就會被一條條的綁在竹竿上 一起被放進底下 鋪滿粗米缸的鐵桶內燻製 他媽媽說 至少要燻它個一天一夜 那迷人的香氣才足夠 燻好的臘肉要掛起來亮晒 才能夠成為久放久存的肉品 看著這一排排吊著的臘肉 我沒出息的口水直流 是的 既然都做的臘肉 更不能錯過品嘗它的機會 熏制過的臘肉最常用來爆炒 這看似簡單 裡面的學問可多著 有點炒 我先拿來 給我炒油 很香耶 但是炒辣肉 有的人他不懂 他一直給它炒 炒的那個油都把它逼出來 那個肉變得乾乾的 所以也不要炒太久了 對 因為這個已經熟熟了嘛 好 再來呢 再來就最後就是蒜蓉 開大一點 好 好 這個還要再加鹽嗎 不用 因為辣熱已經夠鹹了嘛 差不多了嗎 差不多 還有要起鍋要久 你的酒量快就夠了 重點是你先當初加這麼多酒嗎 對 對 因為加酒下去 第一個一定增加它的香氣 第二個增加它的軟質 對 好 這樣就好了嗎 對 完全不同了 沒有加鹽 就是天然你這個辣肉 當初醃的鹽對不對 對 然後辣下去就一口接一口 那這時候我跟你講 這個如果不要去計算 你的食量有多大 這個大概可以配個 大概三碗白白牛肉 差不多 你也非常造型 其實 這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小細節 辣肉炒得越久 辣肉的油脂和香氣就會流失 很多時候 用錯了料理方式 一不小心 就會與美味擦肩而過 有別於湖南仲鹹的辣肉 譚媽媽的辣肉 更增添了香料的香氣 PQ肉香讓我印象深刻 肚子餓了嗎 記得按一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持續鎖定 詹姆斯的速度料理 齁齁 吃飯囉